請各位在旁邊增加一個VBA 那我們需要這個欄位 我希望旁邊做增加按鈕 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幫我自動把前面東西判斷完的結果怎麼樣呢 這些自動放到這邊來 並且讓它全部跑完 OK 那我們這邊第一個當然基本流程一定是 for i 等於 第二列對不對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程式要怎麼撰寫呢 第一個串接 所以你這個地方用什麼方式來完成 這件事情會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sales i 逗點 b 欄的東西 你要放哪裡 放前面嘛 然後再串串串串 b c d 後面要判斷是 e f g h不用 i 這幾個要 全部都把它串在 串在哪裡呢 串在這個出聲歌裡面 所以 可能 因為會串很多東西啦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串接很多次串的話 那你可以產生一個暫時性的變數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一個串到s嘛 對不對 然後先放在s 然後在s等於sm的什麼東西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個範例是 串接那個email信箱嘛 有沒有 應該有印象 然後email信箱串完之後 再把它寄信給其他人 那這個到底有點類似 那你要怎麼樣 快速的把它完成這件事情 那之前我是教那個用 放在正列啦 不過我發現正列好像 比較難 最好是我demo一下 就是說新增一個欄會 旁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幫我把前面的東西串接完 就類似像這樣 增加一個清楚 頂多是一個查詢 查詢的話 比如說你要查什麼 住在信義路的 好 比如說他住信義路的會員 信義好了 信義路 幾段 不用了 反正就是住在信義路的 而且這個 可能是我要行銷的對象 那我查一下 按確定 那我可能會需要什麼 把這個關鍵字 直接就變成一個什麼 工作表名稱 把查到的東西呢 通通幫我丟進這個工作表裡 這樣很方便吧 OK按確定 類似這樣 這應該寫好了 好 全部都做完了 有沒有發現 信義路的這些會員 就會出現了 那也許將來會 裡面有地址之外 可能有電話 可能有其他資料 你可以 透過什麼方式 跟他做一個什麼 那其實當然 行銷是這樣啦 對的訊息給對的人 他就對了 他可能就會覺得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錯的訊 那個錯的訊息給對的人 他會覺得是垃圾 他會覺得是被騷擾 好不好 我看到最近銀行 一直在那邊傳一些 簡訊 要不要再打電話 要不要貸款 要不要買什麼什麼股票 之類的 不生其勞 所以要怎麼去查詢 這個查詢系統 你可以再查 比如說你今天地址的話 你還可以再繼續查詢 不過這樣跑掉了 按鈕可能要等一下講一下 按鈕不要讓它變形 可能要做點事情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奇怪查過之後怎麼變形呢 因為它會隨著什麼 這邊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 控制項的格式 這邊有個叫大小 不更正一下 應該是 摘要資訊 這個 如果你 沒有設定一個地方 什麼呢 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變 因為篩選之後 它會壓扁 因為篩選是 有些資料隱藏起來了 那如果你這個地方 沒有改成這個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的話 那會變成一條線 好 所以特別